来 接下来张授书老师 哪些只为命格的人 很会规划自己的老后生活 是 没有在害怕的 不忌讳的 对 其实现在的人长寿 活得久 所以老后到底该怎么样去规划 来 我们先看 从命宫的角度出发 第一个 命宫是天机心 既然谈规划 十四颗主心里最会规划的 其实就是天机了 我们看的是命宫 天机这颗心 本质上就是最会规划 未来的一颗心 其实我们讲老后老后 最重要是什么 时间的规划 时间的分配 你看退休之后时间很多 每天都是星期天 对 是 那有的人 你时间不规划的时候 就很容易老 就吃饱等死 对了 是 所以如何规划 比如说我的乐趣在哪里 兴趣在哪里 这段时间 做自己有趣的事情 所以我就做YouTuber了 孙总来了 请各位订阅 到现在还没有 破十万 什么东西啊 要看又不订阅 这段时间陪亲人 陪家人 这段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 这就是我们讲时间规划 所以天机未雨绸缪 还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想 我老后应该怎么做 应该怎么做 这就是我们讲的规划老后生活 是 但是除了时间规划以外 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财产规划的 因为老后我们看太阴星 太阴星是比较淡薄名利的一颗星 是 既然淡薄 其实就想说万一我走了以后 钱财留给后人 反而去争 不是好事 所以我应该趁现在还清醒的时候 先把这些东西都规划好 所以我们讲太阴星本质上 就是这么做的一颗星 但是你看我们孙总 连针在第一名的 连针天下连针 你是中第一名的 不是中第三名的 厉害了 你不要那么着急 打行戴机 是吗 是吗 有我吗 都是我 我又中了吗 又是我吗 那一大行都喜欢这样 你就是这样 我刚不在夸张 你有看到吗 你看我们真的很适合住在一起 这么了解你 所以我们孙总 你们看到 明明就是这么夸张 他自己还觉得他不夸张 现在是讲我吗 又是讲我吗 是笃灵 但是这我们讲 第一名的连针听好了 老后生活最重要的是 刚刚我讲了 这个叫快意恩仇 对不对 有恩报恩 有仇报仇 现在就这样了 如果闭了眼睛之后 恩仇没有搞清楚 那真的是叫做不明目啊 他们是这样的个性 希望把所有的事情理清楚 理干净了 我这一辈子理干净了 有对不起的 so sorry 有恨的也表达出来 没错 而且这种命盘最重要的就是 我要成功了之后那种报恩 你知道古书里面 连针这颗星有名的就是谁 韩信 一贩千斤啊 哎呦 胯下之恨 你是经过了谁的胯下 有 谁 帮人家卖命还被扫地出门 这算不算 时代那个演唱会的告别 世上会真相大白 所以你看刚刚讲 胯下之路 一个是一贩千斤 穷的时候嫖母啊 看他这样给他吃饭 成功了以后 千斤去给嫖母 人家是给我一分我还十分 是 这就是怀疑恩仇 是这样的代表 没错 所以我们讲连针这颗星 为什么立志要当有钱人要成功 也是在那时候 我这时候来报恩报仇的时候 是不是很爽 蛮爽的 对吧 所以我们看这三个 真的老后的人生 每个人的思维都不一样 可是重点就是 我们刚刚讲到的 你要有得分配啊 没得分配 他刚刚讲一个道理 天灾来的时候 死的都是穷人 他跑不掉 他跑不掉 你今天要富足了 你才有时间可以分配 你才有财产可以分配 你才可以移居 恩仇可以分配 好 关心老师 什么样的小秘法 可以帮助我们 提升健康运 提供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健康小秘法 首先我们要准备的物品 就是有锦囊蛋 老师这边有带一些 大概观众朋友看到的 还有红包 还有桂圆五色豆阴阳水 首先呢 这个健康小秘法 这个平时呢 其实我们的阴阳水 就是一部分是煮过的 肺水叫阳水 阴水是从自来水流出来的 叫统称阴水 那我们把阴阳水 可以收集在这个瓶子里面 那所以呢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个收集的阴阳水 我们喷在我们的手掌心上 那一喷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就会有这样子摩擦的一个热气 有热气之后呢 这时候我们可以呢 用一个静心冥想 把这个刚刚手中搓的热气 我们首先可以在我们的眉心 好 那我们其实在点眉心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让自己吸气一下 气吸饱之后再慢慢吐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是可以同时做的 然后可以再把刚刚的这个气再搓一下 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太阳穴 然后这时候也可以同时 我们做一个深呼吸 然后再吐气 那还有再搓一下 我们可以放在我们的头顶 这个头顶呢 这边呢 然后我们一样可以做一个 深呼吸之后再慢慢吐气 其实我们刚刚在这 做这个眉心 太阳穴 还有头顶这个当下 其实我们在冥想的时候 它就是一种气场的一个窜入 让我们体内可以在无形当中 我们可以观想什么 像我可能最近有一些 哪边不舒服的小病痛 那当你在观想的时候 这有一些好的气场 灌进到你的一个身体里面 它会产生一个好的气场 一个流窜 那之后呢 我们观想完 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准备好的红包 好 再写上一个符字嘛 好 那当然我们红包的右边呢 我们可以写上我们自己的名字 还有出生年月日时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准备五色豆 老师今天是先把这个五个颜色 这个要自己准备就对了 对 这个可以把它分 我是把它分成五个颜色 让它观众朋友看得清楚 这个五色豆 那当然木火土金水呢 白色的话我就会用米来代替 白米 白米来代替 好 所以有五个颜色 黑豆 黄豆 对 黄豆 红豆 绿豆 很好找 对 很好找 那还有个桂圆 是 那为什么要桂圆 其实桂圆一般都讲圆圆满满 是 那其实桂我们取它的音就是桂圆 是 为什么我们病痛要桂圆 叫良衣 对不对 良衣 碰到对的一声 好的一声 真的真的 桂圆得到良衣 然后也会得到良药 对不对 所以我们呢 把这个红包袋准备好之后 我们假使把这个五色豆 其实可以把它并成一包的 好 我刚才把它分成五包 那到时候我们五色豆 可以把它并成一包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再加上桂圆 这时候呢 我们把它封起来 可以怎么样 再折入一个 老师又特别又找了一个 有写福字的福袋 我就把它装进去了 那装进去之后呢 我可以放在我随身的皮包 因为代表我要求我身体健康 有贵人嘛 有良衣 有良药 或者是呢 我提供给观众朋友 假使我们希望说全家 在2022年我们可以 全家大大小都平平安安 那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个部分 写上全家名字 我们可以放在我们家的 这个南方 南方呢 是2022年的喜庆位 可以让我们全家大小呢 健康可以平安 家运都可以顺遂 谢谢大家